我们在前面跟各位介绍了使用类似修改器来建立一个像是瓶子或是杯子的模型 我们在制作一些比较复杂模型的时候呢 经常都会用到像前面介绍的一处的还有类似修改器 那他们是可以组合的哦 老师这边呢做一个示范哦 我在这边呢先建立一个用shape建立一个矩形 Retangle ok 然后呢我在这边的用滑鼠拖曳建立一个矩形出来 好了那我现在呢如果要让他有高度的话 我可以为他加上一处的挤出修改器 你可以按快速键1 因为他是英文字母一开头的 接着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去设定他的高度 那他会记住你上一次的设定 这个地方会记住上次的设定 那你要自行输入也可以 比方说我让他到120就好了 好然后这边的分段呢 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这个分段是1啊 好这边只有1而已 好那现在呢我们再介绍其他的几个修改器 我先把这个透视图放到最大 Alt加W 好放到最大 如果我要让他产生弯曲的效果的话 我可以使用一个称为Band 这个地方Band 好当我们再加上这个Band修改器之后 这个地方有个Angle 我们可以用滑鼠拖曳去调整他 那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黄色的框框已经产生弯曲了 可是我们的这个方块呢 好像并没有弯的很漂亮 为什么 因为当初呢我们没有帮他加上分段 好我按一下F4 看一下H-Face 你看到其实呢他这边中间高度的地方是没有加上分段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回到一处的 因为原本的矩形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高度呢 加上了一处的修改器之后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Sigman 再帮他加上一些分段 所以我现在如果在这边呢 把他增加到五段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12345 对不对 那你加上五段之后 你再套用这个band弯曲修改器的话 他的外观就会变得比较平滑 如果你今天呢只是要做一栋大楼 那大楼呢你又不需要弯曲 那其实你是不用加上分段 但如果说你要产生像弯曲啊扭转等等效果的话 你就要加上适当的分段 但是也不要太多了 你说我这个分段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很高的数值 太密了 那我们在进行Render的时候 时间当然也会变长啊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你只要掌握一下 让他拥有足够的分段 再弯曲之后 效果理想的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不需要给他太多的分段 好 OK 那么你还可以再回到前面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已经堆叠了两个修改器哦 但是各位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当初我们最早做的是一个一个矩形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他的抖面就是一个矩形 那我们再切会切回这个Rectangle 回到这个Rectangle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我们可以设定什么 你可以设定他的长度跟宽度嘛 Length是长度 Wide是宽度 你说我等一下做出来的细一点好不好 可以啊 那你把它改成30x30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到Band 就比刚才还要细一点 对不对 好 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再回来 那你甚至呢可以在这个地方按一下Show and Result 我们前面就要再讲到类似修改器的时候有讲过 如果按一下这个Show and Result 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好 那我们在这边调 你看我这边呢 再调细一点 例如20x20 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对不对 好很方便 好 我再改回来 当然我们在制作举行的时候有讲到 你可以加上圆角半径 这个Corner就是指他的转角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加上设定一下Corner Radius 例如说我这边设定成5 那他的这个转折的地方呢 就会变成圆角的造型 有没有 好 OK 所以他是一层一层堆叠的 这边一层一层堆叠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暂时把某一个修改器的效果隐藏起来 例如说我不想让他暂时不要出现弯曲的效果 那我可以在这个Band这个地方 把前面的灯泡图示按一下让他隐藏起来 好 点一下 那如果说这个确定不会再用到的话 我们就按一下remove 这样就移除掉了 有没有我们前面有讲过吗 好 我们再做另外一个范例好了 像我们如果说要做立体的文字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不过立体文字的话 我这一次想要让他是立起来的 如果说我们是在透视图做立体文字的话 这个文字呢 其实他是平躺着的 我们这边加上立体文字 打一下文字 旋转一下我们的角度 所以如果说你一开始做的时候呢 这个文字如果是放在前世图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去调整他 好那在这边也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立起来就好了 怎么把它立起来呢 用旋转 这个地方点选select and rotate 旋转工具 那我们沿着哪一个轴旋转呢 X轴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个座标图示 对不对 X轴 我们在这边呢 让他旋转立起来就好了嘛 那立到旋转到几度 应该是90度 你看 快到了 又超过一点 当然你这样子转 当然会很花时间了 刚好想要转到90度 算了 不要这样子转 如果你希望刚好转到90度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angle snap toggle 当我们在旋转的时候呢 他可以吸附特定的角度 或是称为锁定特定的角度 我们在这边按一下 按一下之后 我们再旋转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数字 对不对 那我在旋转的时候它就会再移动 它就会增加或是减少 那你可以注意到 当我在旋转的时候呢 它每次是以几度在增加 每次是以5度在增加 你看这样就刚好立起来了 好 那 转几度跟转几度在哪边设定呢 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我们在这边一般设定里面呢 angle 现在预设就是5度 好 那如果说我希望每次旋转是10度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改 现在呢我们再旋转一次看看 但是这一次呢 我想让它沿着Z轴 就是蓝色的Z轴旋转 我们游标移到Z轴 你看 各位你注意到 这个地方有三个数字 对不对 第一个是X轴 第二个是Y轴 第三个是Z轴 你看一下Z轴旋转的时候 它是不是每次都增加10 对不对 你看90 100 110 120 对不对 每次就是增加10 或是减少10 好 OK 那我这边呢 先还原回来 回到上一步 如果我要做立体字的话 我也可以加上 一处的几处修改器 好这一次我用快速键按一下1 好 然后再继续按 直到这个光棒移到一处的修改器为止 然后再按一下 那就可以了 好 那显然呢我们不需要一处的这么这么厚 然后分段也不需要这么多 你如果没有要做动画的弯曲或扭转的话 你这个分段都可以把它减到最最少 那这个amount就是几出的量 我们也给它少一点就好了 10 怎么样 那就可以做一个立体文字了 你看 对不对 好 不过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其实并不是很漂亮 这有点类似什么呢 以前我们做那个保力龙歌字 就是它的文字有立体的效果 但是你会发现它没有斜角 但如果说你现在看一些3C的造型 它的边缘都会导个斜角或是圆角 那我们在render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很漂亮的光泽 那要怎么做呢 我这边介绍另外一种很类似的叫做斜角 bevel斜角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 接着呢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个bevel value 斜角的值 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它有三个三段 level1,level2,level3 那我们现在这个level1这个地方呢 高度我们先增加 你会发现它跟刚才的一处的其实蛮像的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拉近看一下 蛮像的 好不过呢 稍微拉近一点让各位看清楚些 这边的高度呢 一开始我们不要太多 我这边抓个3好了 好就是一点点就好了 这个 所谓的斜角就是 当它在挤出一个厚度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它变 放大或是缩小的效果 我们在outline这个地方呢 可以试着拖曳看看 你看 有没有放大了对不对 好 我这边改成2好了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好转到不同的角度来观看一下 它有个斜角的效果 有没有有点类似像巧克力的那种那种造型 好接着呢我们再做第二段 第二段这个地方呢我们level2也在增加 这个地方就看你要做多厚了 ok 好 10好了 通常这一段呢我们就不用再设定outline outline就是让它缩小或是放大 这个我们就设定成0 维持在0的话就表示说它是有几处一个厚度 或是称为一个高度 但是呢不做说法 好再来level3勾选 这边的high高度呢通常跟level1一样就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边拉出一个高度 好 跟level1一样的话呢就表示它两边是一样高的 就是斜角是一样高的 那这个outline呢你可以设定一下 那outline的话呢大概就是负的 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它要缩小 好放大的话是正 缩小的话是负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带有斜角的立体文字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立体文字 其实你可以改用level来做做看 好 这个字句呢好像太近了 那因为 这边我们还可以调嘛 text 你如果要调整字句的话 你可以在kerning这个地方的数字加大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调整字句了 再小一点好了 一半5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立体文字出来 再加上材质啊打光 那render出来呢质感就会比较漂亮 好 OK 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修改器 我们待会再介绍一些其他的修改器的用法 我们待会再介绍一些其他的修改器的用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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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